逢假夜市吃到飽 這樣究竟吃幾道 最後一塊 最後一塊 再吃一塊 你一直說再人一塊 最後一塊 等一下 哪一顆就最後一顆 他好像真的太愛吃個 我好像吃這樣久 嗨 大家晚安 這次呢就想說 可以來 逢假夜市吃到飽 這樣究竟吃幾道 YA 開吃了 台中的逢假夜市 我不知道有沒有變很多 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一些想吃的店 不知道還在不在 我已經先想好說 我大概想吃幾家 然後看看有沒有什麼 新的東西可以吃 我每次來這邊呢 都會先點一個 薑菌滷味 但是他離現在這個位置 有一點遠 我大概先走過去 然後想吃地瓜球 糖葫蘆 還有那個乾燒蛤蜊 然後在一路上慢慢的逛 很久沒有這樣子吃耶 好開心喔 那就跟著我一起去吧 大家的逢假夜市都會吃什麼呢 有推薦的嗎 很好奇 逢假的學生到底都吃什麼耶 有沒有覺得 逢假有哪一個特別好吃的東西 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 我覺得我可能吃的是有一點回憶 我好像第一次來逛逢假 吃這個滷味我就有點屌住 熟悉的炸菜味 就是這個白豆腐的味道 滷汁有兩個進去 因為它的那個 比較香好香 這我覺得它最棒的是不是 它本來就是冷滷味 不管什麼季節來吃 它有沒有放冷都沒關係 因為它本來就冷的 最後一塊 最後一塊 再吃一塊 還好 你一直說再吃一塊 最後一塊 最後一塊 等一下 哪一個還是最後一塊 對 等一下等一下 嗯 白邊小屋 我個人很喜歡吃他們的 蒜味乾燒隔離 耶 謝謝 好可愛喔 喔 你看那個飽滿 嗯 好冷喔 好鮮喔 啊 我一直狂吃 對啊 你直接整盒要客光耶 啊泥 沒了 這幾顆就沒了 好失落喔 對 嗯 要不要再點一盒 哈哈哈哈 我們去找新的好了 要介紹的比較不同種給大家吃吃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 這一條我好像每次都只賣隔離 而且現在 我覺得跟以前有差耶 因為 之前這一條幾乎就是整條都亮的 然後人山人菜 然後現在就是 店家有變比較少一點點 人潮有少一點 唉 因為一情啊 還好我喜歡的店家還在 感恩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你們是這邊的選擇嗎 對 那你們 本來就會吃這家吃蛋糕嗎 所以我沒有都會吃 喔真的假的 為什麼會特別選這家 沒有推薦的 喔沒有推薦的 那我想問一下 你們這邊有沒有 會吃的店有在推薦的嗎 它也有間蛤蜊吧 再往前還有蛤蜊是不是 是 欸我要再吃第二輪蛤蜊 啊 這個是圓盤的喔 這圓盤的 然後它是 它是有湯的 那等一下再吃一輪 我以為它的雞蛋糕 會是雞蛋味的那種 裡面沒有內餡 它是裡面有一點奶油內餡的 我總學生為什麼推薦這個 它真的是價錢平價 內餡紮實 然後口感不會太單一 有層次有變化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就是 可能下課啊 有一點餓 又沒有到太餓的時候 才笨這樣剛剛好 那裡來聲音 那裡… 這樣也看得到 好強喔 好厲害 加油 好強喔 我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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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太強了吧 很遠耶 我聽不懂 我聽不懂 所以我後來去別的夜市 我想要買地瓜球 我會發現現在出很多那種大顆的 然後我就會習慣性想要找小顆的地瓜球 就是這種的 那一家 哪一家 Go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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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個吧 隔壁燒 這這家吧 印象中式 欸 是那個還是這個 有兩家 哪一家隔壁燒 它都有圓盤 它都有圓盤耶 它都是圓盤 可是那個我記得也是圓盤 都是用圓盤看的 還是你過去看一下它在這裡 然後看一眼 對 金沙格展 為什麼這個這麼多會派對 完蛋了 到底是哪一間 是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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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好像是這個 這個也是圓的耶 都是圓的 怎麼辦有三家 請問是哪一家 那我看這個有人來買還是買 我就是一個被人群影響的人 這家的比較多彩油香氣耶 哪裡 而且它每一顆都滷了 真的很飽滿的耶 都沒有乾掉的那種 很誇張 它好像真的太愛吃葛 馬上全部吃完 我很好奇同學推的到底是哪一家 我吃的是對的嗎 同學 希望同學可以留言告訴我 對… 我好像不這樣葛 哈哈哈哈 耶 葫蘆王 我到哪裡都要吃糖葫蘆 而且我很喜歡吃這家 牛咪的 台南是不是也是吃這個的 老闆一串這個 草莓的 謝謝 謝謝 要煉乳 我草莓一定要加煉乳 大家都吃加什麼的 應該很多都是煉乳派吧 煉乳派請加一 好大一個草莓喔 太狂了吧 好大 好嗎 這種精華就是皮不能太厚太硬 要不然咬不動的話 那個都是整個糖霜太多了 不好吃 好像這種皮薄薄的那種糖霜 咬下去脆 然後搭配水果的酸甜味 我們這次吃一顆草莓 吃了五六塊還沒吃完 草莓都太大顆了 我摔不了的班 你之前還挑戰嘴巴裡要摔十六顆 對 我吃放過 我摔得到春色 我摔得到四合 好酸喔 好好吃欸 它有點像大荷包蛋的口感 因為它外面有那個脆感 然後但是又保留那個蛋香氣 我覺得它酸醬跟一點點胡椒就好好吃 剩下這個我還想來吃欸 大家好吃一點 是魷魚頭而已 我們到魷魚來去泡泡 這是乾的 這個很讚欸 比較香比較好調整的 欸!Kevin推薦的 你都吃魷魚頭是不是 要吃一個魷魚頭 一個 好香喔 超香欸 這樣小小的一半 好香好好吃喔 它又是 魷魚的香味 沒有加任何添加那雞的味道 本身就是夠香夠好吃 嗯 超香欸 啊!這個甜的熟悉的味道 嗯! 好像有點甜甜喔 欸!看來我長大了 我好像覺得那個 炭烤的很香欸 對不對 我長大了 很喜歡這個味道 我以前很愛吃那種甜的 最近長大了啦 喜歡吃一些 炭烤原味下球菜 這個嚼得很香欸 今天是一個炸 欸!是嗎 我們今天竟然都沒比嗎 我前面幾個都覺得很好吃欸 很有 免耐感的機器 因為現在就是機器的比較多 對啊!是手動的耶 哇! 大家有機會來台中 逢獎夜市 可以來找老闆 謝謝你們 好! 今天這個逢獎夜市 最後一道是這個 北迴木瓜牛奶 我個人就是每次呢 因為我會從 半島那邊開始 逛逛逛逛逛 逛到尾巴剛好出 一道夜市這邊 逛逛逛逛逛 這一端 有那個北迴木瓜牛奶 我通常都會 以這個做為ending 這一次總共吃了 十一道 雖然都是小東西 但我覺得也夠滿足 因為算是我自己的 回憶之旅 因為有很多都是 我懷念的夜市小吃 然後其中今天我覺得 新發現被學生推薦的 意外好吃的是那個 雞蛋糕 真的很讚 便宜好吃 覺得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 逢獎夜市有沒有什麼 其他推薦的小吃 歡迎留言告訴我喔 好的 那我們就下個夜市見囉 掰掰 謝謝 謝謝